透過警車鏡頭 清楚看到客貨車開在後面 接著越靠越近 沒多久一頭撞上警車車尾 警車被推撞 滑行了一段路 客貨車撞車冒煙 警方從車上下來 馬上往貨車跑去 客貨車駕駛是一名豬肉攤商 身上還穿著肚兜 車禍肇事把他也嚇醒了 撞警車就發生在台中南區 建國南路上 29號半夜一點多 45歲國姓攤販 從後方撞上前面警車 車上兩名員警 頭部輕微暈眩 雙腳多處擦措傷 警方說當時是半夜巡邏 突然後方有車撞上來 一下車發現是建國市場的豬肉攤商 肇事駕駛說 他剛從日本旅遊回來 沒有睡覺直接開車上工 精神不計撞上警車 TVBS新聞 廖文翰黃國軍許又翔 台中廠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